台灣多樣化的自然環境 提供各類野生動物棲息與繁衍的空間 孕育了80多種鹿域哺乳動物 其中蝙蝠就幾乎占了45% 他們祝福夜出 利用雙翼飛行活動 用超音波偵測環境與獵物 再加上特殊的型態構造 奧妙的生殖延遲 以及休眠冬眠等生理適應 使得他們在哺乳動物界一枝獨秀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會飛的哺乳類 他們偏好棲息在天然洞穴和人工隧道 少數利用岩壁縫隙 也有喜歡居家環境的物種 許多種類則以森林為家 他們大部分捕食昆蟲或蜘蛛為生 少部分以植物為食 台灣的蝙蝠家族中 體型最大的是食果性的台灣糊符 雙翼展開約一公尺 體重超過300公克 體型最小的是食蟲性的寬穩數耳幅 大約只有成人拇指一般大 體重只有3到4公克 一展長約20公分 我們都知道蝙蝠是夜行性動物 但牠們是如何在漆黑的夜裡 偵測環境捕捉獵物呢? 這得歸功於蝙蝠神奇的回生定位能力 蝙蝠賴以生存的超音波回生定位系統 是一種高度特化且複雜的聲納系統 牠們利用聲音反射來感受周遭事物 並及時做出反應 就如同我們人類的感官一樣 超音波可該分為定頻與變頻兩種類型 這兩種都是用喉嚨震動發音 為什麼有些蝙蝠長得像鼠類 有些具有怪異特化的鼻葉呢? 那是因為蝙蝠發射超音波的部位不同所致 台灣大部分蝙蝠所發出的超音波都屬於變頻 牠們用嘴巴來控制方向 所以長相單純 而定頻類型的蝙蝠只有少數幾種 像是台灣大蹄鼻符 台灣小蹄鼻符 和台灣葉鼻符 牠們用鼻部控制方向 特化的鼻葉具有巨音的效果 使得蝙蝠不僅能在平原空曠地區 飛略覓食 同時也能在林間穿梭自如 蝙蝠憑藉超音波、飛行能力 和獨特的生理構造 主宰了夜世界的空間與食物資源 歷經五千多萬年的天責與適應 成功在地球上生存繁衍 不過,如果你以為蝙蝠的本領只有超音波 那可就太小看牠們了 那會不會為蝙蝠的一忙 談判勞 裂邊 銀行 諾 tractor